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YTL Hospitality REIT这家REIT公司 澳大利亚的投资组合仍然处于非常强劲的复苏道路上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REIT 根据N Investment这家投行的股息年模式DDM 它就维持对杨宗里酒店房地产信托YTL REIT的买入评计 给出Fair Value供应价值不变为1.1令吉 其中包含中兴的三星ESG评级 Fair Value也是对于2024财政年的分配收益率 不包括一些延期的还款为6% 跟它5年的中值是持平的 回想一下它在马来西亚和日本的物业 也就是The Green Life Niseko Village除外的部分租金收入 从20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递延了24个月 递延的租金将在未来的7年之内偿还 YTL REIT第一季度2023年可分配收入为5800万零级 在第一季度2023年呢 洋中里房地产信托的总收入同比增长35% 主要是来自于Australia的投资组合的收入营业额 同比增长了68个% 然而它的酒店重新开业期间产生的营运费用增加 使到它的净财产收入呢 NPI仅同比增长10个%而已 跟上一个季度相比呢 YTL REIT的总收入在2023财年的第二季度增长了16% 而NPI增长了10% 这主要是由于呢 澳大利亚Australia的酒店组合的收入增长 环比是增长了26% 然而它每间可用的客房收入环比也增长了30% 从原本的183元澳币增加到237元澳币 在Australia的那个酒店组合当中呢 至2022财政年第二季度以来呢 M Investment这家投行就看到 平均入住率和平均每日房价有所改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 在2023财政年第二季度的平均每日汇率呢 已经达到了311澳的历史高位 而COVID 2019之前呢 为271澳元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呢 在第二季度2023年的平均入住率呢 为76% 但是呢 还是低于COVID 2019之前的85%的水平 杨忠理产业信托呢 在年第二季度宣布派发每股呢 DPU3C 这也代表着股息派发率为3% 值得注意的是呢 ECEN的2023年延期付款呢 将在第四季度2023年的首分配 延期偿还租金部分呢 占2023、2024还有2025倍 可分配的收入总额11、29、还有13个percent 截至2022年12月31号呢 YTRE梁中里房地产信托呢 有着51%的借款是以澳元计算的 40%呢 则以零级计算 其余呢 都是日元计算 由于它83%的贷款呢 都是采用浮动的利率 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加息 预计会将导致 澳元和零级的借款成本呢 有所上升 尽管如此呢 投行也认为呢 马来西亚的加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预计在2023年呢 将再增加0.25至3个percent 同时呢 Bloomberg也去彭博社呢 普遍估计呢 澳大利亚的现金利率呢 预计将达到3.95的峰值 从目前的3.35水平上升 YTREIT呢 在马来西亚和日本酒店物业的稳定经厂性 租金收入和最低的入住风险而获奖 这些酒店物业呢 是由主要的租贫协议担保 与此同时呢 投行也预计 从2023开始的财政年的一个估算呢 开始扩余率呢 将增加6个percent 而5年的中位数为2个percent 因为马来西亚和日本的物业租贫 租金正常化 以及租金延期账户的偿还呢 这将转化更高的分配收益率 在2023到2025财政年8到10个percent 2022的财政年呢 约为5个percent M-Bank Investment呢 预计YTREIT呢 跟10年期的MGS的收益率差呢 较高 将吸引呢 寻求收益的一些投资者 YTREIT呢 目前我们以2024财政年的一个预估的 比例为10percent来算呢 对比1819年COVID-19大流行前的 平均适应率13%的PE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discount在里面的 与此同时呢 跟两年前COVID-19大流行相比呢 平均为8%相比 2024财政年的预期为10%的 分配收益率呢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且呢 它覆盖的整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中呢 它的分散风险是非常的高的 当然YTREIT呢 还是有下行风险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